高雄的大廟 前一陣子有名將是流浪娘子作成疾病抗議 說因為流浪娘子自來自作作成環境落實 某人騎乌兜拜 為了要撒娘子 帶出車好 黨部團體是認為 政府應該要要求主人 替典物贈精品 才會當委員頭解決問題 包括我有證據 那我來這邊貴貓 主角是你下班 貴貓? 對啊 因為人家在跟人家貴貓 外面裡面 15人跟黨的疾病 騎在車路在忘記 貴貓不末對方廷人走在刺流浪娘子 住了後段日立場發現 刺娘子的男人明明住在洪山 這個月已經來這裡刺娘子幾個禮拜 貴貓會這麼想起 是因為他都把刺療押在肚子 如果環境落實 娘子也越來越多 算算的有買10隻 娘子會拿破機車的衣桌 跟娘子的實體 也有騎機車的民眾 因為娘子衝出來做新車好 貴貓這裡就有刺桌 去端一端一禮拜 還有一個年輕人 擄得整個手 都擄得皮 都涼起來了 你要刺療沒關係 你就是說你把你療車 車你走沒關係 不要帶這裡刺 我們在公園那裡刺 沿對民眾是流浪 鳥 鳥 鳥 環博教譬是說 如果是有流浪的環境 會照射清法 發清二到六千 其實今年到六過 高雄市總共收容 一千兩百隻的流浪 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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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不團體認為 流浪動物會越來越多 是因為民眾亂不會放殺 因為政府應該要嚴格 出發放殺的人 政府他最頂端做不好 為什麼做不好 他支付晶片 他沒有撤擊的實施 所以有人刺到一半 他就不需要刺 就給他丟出來 所以有那麼多流浪 高雄市董博處表是說 今年尖對主人 沒有帶通物 賺晶片 已經發生怕 也好民眾 不能歐白放殺董博 現在中醫會 副教證 高雄報道